核子事報 南韓可以說是高度戒備 因為他們認為這比過去北朝鮮 所曾經試過的兩次核子事報 都還要嚴重很多 因為如果他們成功的話 可能就真的有核子武器 小型的核子武器 先來看這則報導 北韓到底哪天會進行核事報 媒體繼續猜猜猜 不過不管確切的日期是哪一天 北韓應該已經完成了核事報的準備 就等金正恩一聲令下 因為根據衛星照片 封吸裡核市場日前有車輛和人員進出 疑似在搬運主要的核事報裝備 而目前坑道周邊已經整理乾淨 人員全都撤退 核市場也裝置了遮光板 使障眼法避開衛星的監視 另外高層人員坐車進出頻繁 應該是在對核事報做最後的檢查 種種徵兆顯示核事報已經見在線上 哇 種種的跡象看起來 好像真的要爆了 而且北朝鮮這一次的核子事報 從先前的地點都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到現在他們使用的成分 從布好像升級到濃縮釉 是不是代表他們的科技 其實真的又更進一步 就要問賴教授 是的 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目前的一個證據顯示 他們可能不是用布 而是用這個用235這個濃縮釉 已經真的到做真正的貨真價實的 核子武器的這個境界了 對的 一般來說我們會注意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在哪裡釋報 對啊 在哪裡呢 第二個就是說它有沒有可能成功 然後第三個它有沒有可能把它縮小 然後放在這個彈頭裡面 然後第四個就是說它的重量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會思考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在於它要不要釋報 對 那這個問題已經 現在感覺看起來 大概已經確定了 因為中國大陸的外交官 外交部也跟這個朝鮮他們的兩邊 已經穿梭了很久 一直在想辦法說服他們 好像無效 是不是不要釋報 但是看起來是無效的 目前看起來是無效 那接著我們就開始問了 那麼在哪個地方釋報 對啊 先前我說離中國大陸的領土還很近 還讓中國大陸很緊張 對 因為如果離中國大陸很近的話 因為我們在上一次裡面 我們有提到 這個核四暴可能會造成地震波 對啊 那麼我們也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俄國在蘇聯時代的時候 也曾經打算用核四暴 因為它發現會產生地震波 或是產生水波 可不可以形成一個武器 對 但是問題就在於後來他們也覺得 這樣的一個實驗是失敗的 但是可以確定的一件事就是 核四暴的確會造成地震波 如果是地底下四暴的話 對啊 那我們在上一次也討論過 那它很有可能會在山洞裡面 也就是我們講的是屬於水平式的 而不是那個往下挖的 這樣的一個情形 韓國的情報單位認為說 朝鮮很有可能會同時 在每一個他們可能懷疑的地方 來進行同時核四暴 一起報就是了 一起報 但是我個人覺得可能性不大 不高 為什麼 怎麼說呢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都知道這個核濃縮釉 這U-235這個核濃縮釉 嚴格上來講是非常珍貴 對 雖然朝鮮它本身是釉礦的 非常大量的礦產國 但是你要把這釉礦 要把它提煉成為核濃縮釉 沒有那麼容易就是了 沒有那麼容易 它需要很複雜的一個程序 一次就沒有辦法分擔在 這麼多個地方這樣報就是了 對 而且它要濃縮 濃縮 濃縮到這麼一個程度的話 目前我們大概目前估計 它大概有三四十公斤 可是這個已經經過相當長的時間 而且是在寧邊的核電槽 是被關掉以前 它所累積下來的 所以它如果要把這些 這麼珍貴的核濃縮釉 每個地方都來釋報 那太浪費了吧 那太浪費了 因為基本上來說 它要的是每一次釋報的數據 對 所以我個人的推斷是認為 在每個地方釋報的可能性 是比較不大的 但是為什麼韓國會說 在每個地方會釋報 很明顯的就是 它在做欺敵的動作了 也就是說 在每個地方都好像 車輛進出頻繁 要騙你就是 讓你不知道 我最後到底是在哪裡報 這樣子的意思 對 就好像它當時在試射 這個導彈的時候一樣 說我不試射的 好像在開始拆了 就隔天就給你來 對 開始拆了 然後又說我可能會在 離中國邊境的那個地方 要開始試射等等 然後又開始拆卸了以後 大家突然間鬆弛了 又要來一個攻擊不備就對了 對 然後突然間一個晚上 咚 打出去了 大家嚇了一跳 怎麼打完了 好 這一次的一個核四報 大家都已經估算 會在哪一段時間內 那目前在哪一個點四報的話 目前它就在做 七底的障眼法 對 這我們的認為 可能性比較高 我們的預估是這個樣子 好 那第二個就是 那麼它用所謂的 我們講的核濃縮釉 是因為它在之前 它曾經做的核四報 打過一千 就是一個千噸的成功 但是這個不算是核四報的真正成功 它也打過第二次是 兩到六千噸的成功 但這也不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一直強調 這個核濃縮釉 要把它做成核彈 一定要縮小化 縮小化的意思也就是說 用很小的數量要能夠 要能夠做出很大的爆炸量 那一般來講 在核五的這個部分裡面 它們要做到十五千噸 TNT的數量才行 也就是說它的分裂的能量 要釋放到十五千噸 那這樣的情形下 通常在重量方面 就是大概就在一噸內 所以它的所謂的一噸 是含整個作戰室 含整個彈體 含整個引爆裝置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形 總重量只能在一噸到 1.5噸左右 只能在這個量對不對 對 因為它牽涉到 這個火箭的推進器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都有相關的 這個彈體的運載 這個運載我們叫做 火箭裡面 我們叫做運載設施 那這個運載設施裡面 它要把這個核彈頭 要把它推上去 推上去它需要很大的推力 那目前來講 朝鮮的能力大概能夠推到 1噸到1.5噸 就已經很厲害了 就已經很厲害了 賴教授 那再問一個 如果現在看起來萬事皆備 就等金正恩一聲令下就爆了 那聯合國能怎麼辦 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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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美國 不是已經要嚴密的監控它 要制裁它嗎 大概軍事制裁是一定會有的 那麼經濟制裁也是會有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 如果有這個國家說我不怕 那它是不怕 那它是真的不怕 那這樣的情形下 這些制裁就會無效 例如說我包括我凍結你的海外資產 然後我把你的這一些重要的人物 還有軍方的重要的首領 以及這個核能的這一些科學家 我都對你實施盡管 我不讓你出境 那這些都是可以做為制裁的手段 但是如果朝鮮說我不怕 那這樣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